音音八岁开始学茶道 小时候她和妈妈很亲 当时妈妈为了应付茶道考试 在家里练习泡茶 音音看了受影响 也就开始学泡茶了 没有想到因此 却也学习了一些传统的价值观 随着侄女的成长 吸引至发现管教孩子的方法 不能够一成不变 也得要适应时代的转变 不时地做出调整 现在女儿长大了 名上了音乐组合F4 妈妈也就顺应潮流 陪女儿接受最新的娱乐资讯 起码我知道 现在的孩子喜欢什么 喜欢听什么歌 我自己好奇 这不是说你在做什么 我要知道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些 我是跟着时代走吧 可能那我们的沟通 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少 显影之是一名房地产代理 工作时间比较具伸缩性 她白天在家里办公 半晚通常要带客户看房子 没什么时间陪孩子 孩子的爸爸也很忙 也一样没时间陪孩子 因此两个孩子下课之后 便由婆婆看顾 在你的左边 儿子凯杰今年五年纪 被分配到EM3 儿子的学业成绩并不理想 显影之倒还蛮看得开的 他不加以责备 反而是积极地安排儿子上这一类的补习班 当儿子需要鼓励时 他就从平时上过的各种研讨会 所归纳出的原则 以积极的态度来启发儿子 有一次我男孩回来的时候 他功课是考得不大好了 不及格 然后他说了一句 我是不是一个负责什么的 那我突然间想起 那个讲课讲过一段 他说你要记住我 你是一个金丛 那从这么多千万中 就你能够说 击败这么多个出来 所以你还没有生出来 已经是个winner 已经是胜利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一个费脸这样子 这一天显影之因为要工作 无法陪孩子 就把他留在他长期的地方自己玩 忙完了之后 妈妈有时也会和儿子较量一下 曾经我儿子跟我讲过 说我希望你有时间陪我 陪我 然后我说陪你做什么 除了功课之外 那我玩电动的时候 你也在我旁边 我们一起玩 我觉得很温馨 那你要他跟着你走 做你喜欢的 那为什么你不可以抽点时间 做他喜欢的呢 显影之选择参与孩子长大的过程 儿子爱看卡图片 他也陪伴一旁 他发现孩子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时 话最多 最容易和他们沟通 同时也能够欲教于乐 这一切都和显影之父母亲 管教孩子的方式不一样 显影之的妈妈关心影之 和影之关心自己儿女的方式不一样 身为人母的影之 管教孩子有他自己的主张 他认为自己的父母亲 当初太过保护子女了 他记得自己18岁的时候 去应征工作 母亲却很不放心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跟着我去应征 就是说在楼下等 你在楼下等你不要上来 因为你就好尴尬 就是到那个地步 就是保护得很 实在是太受保护了 因为一来你就受保护 就是你不晓得外面是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说碰到刺 你不晓得你怎么去应付 所以到你自己做母亲的这一代的时候 你觉得说应该让他们尝试 就算是真的碰了钉子的话 不上大仰 他们知道原来是如此 他们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不同的成长阶段 而在每一个阶段 都会有不同的心理需求 影之盼望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 去分享孩子的喜悦 去分担他们的压力